持续追踪追起分尸命案 这一对相差12岁的情侣已经交往两年多 不过双方似乎也有各自交往密切的友人 先犯表示犯案当天 因为女友说要跟其他男性朋友出去玩 他一气之下下手勒币女友 今天凌晨4点左右 台中市大理区国光路二段发生严重的死亡车祸 又是酒驾惹的祸 好我们进步来看到酒驾肇事的陈姓男子 开着休旅车 他逆向行驶了一公里 连撞五辆汽车以及三部机车 造成两名骑士不幸死亡 而警方调阅监视器 发现这休旅车从大理路开始逆向 到肇事地点约一公里 讯后将这名酒测值0.81毫克的陈姓男子 移送法办 好我们就要持续来 但您看到实在令人非常气愤 看到这画面 机车都被撞成了废铁 而且在现场还发现 有调出了一瓶高粱酒 还用这名酒驾撞死了两名骑士的陈姓男子 当时闯破之后被揪下车 发现他已经不是第一次酒驾了 早在去年三月 因为酒驾遭到警方取缔 还吊销了驾照 后来又因为无照酒驾 遭判刑三个月 没有想到不知悔改 除夕前再度喝酒上路 重则两名无辜的骑士 造成两个家庭的破碎 金银金报则是带你看到 高雄市凤山区 惊传了街头砍杀事件 一名曹姓男子和前女友 相约在汽车旅馆谈判 双方疑似债务问题瞧不拢 前女友静眼暗中找了多名的恶煞 躲藏在汽车旅馆埋伏 趁着曹姓男子离开 时就拿着菜刀以及棍棒围殴 最后成他无处可躲 手脚有多处受伤 新北市永和日前发生的 一起打架斗殴事件 两名男子是去买严肃鸡当骚眼 后方有人等得不耐烦 双方发现了口角互呛 引发冲突 三个人直接在大马路上大打出所 手信巡逻远警经过发现 立即把三人拉开制止 好来看看台北市松山区 敦化北路上有一间保险公司 1月31号来了 一名男子要商谈理赔事宜 但因为对方觉得 业务员态度冷 但加上理赔谈不拢 一时情绪激动掏出 随身携带的折叠刀 抵住自己的腹部想自残 远警获报消息 赶到现场先转移男子的注意力 顺利的把炎压制 也把手上的刀抢过来 化险为宜 但是三重有一间店家 最近遭到消小觊规 趁着半夜四下无人 三度上门 手持扁钻将店家门口 镶嵌在地板内的 12枚50元硬币 通通挖走 偷走人家的招财币 店家气得把事情 PO上网路 直呼损失600元事小 但是嫌犯好守好久 却在过年期间 嚣张偷硬币 让他无法接手 春节连假起跑 很多民众一大早来到了投注站 但是想要试试新年的手气 业者透露有一对中年夫妻 老公请老婆帮忙选号码 结果中了100万元大奖 年后两人要一起 带着这份好运出国旅游 把这俗话演说 欠钱不欠过年 因此曾经来南投竹山子南宫 借过发财金的信众 赶紧选在年前还款 顺便借新钱 子南宫主委说 从1月1号到年前为止 涌入了将近7万元来还发财金 而且短短一个月 数目就还了6000万左右 其中有一名从事建筑业的年轻业者 他一口气还了200万元 3月16号还会有第二次的立委补选 在新北市部分 民进党参选余天 与国民党参选人郑士维 来到了三重市场扫街备票 郑士维找来前台北县长周锡伟加持 沿途发送红包 那么余天说自己没钱没人 向党中央要资源 也碰了一下软钉子 幸好过年期间 将会与总统蔡英文 以及新政院长苏真章合体 期盼到时能够再拉台绳士 接下来带您关心 本周新增7例流感死亡病例 最小的才4岁 发病到死亡短短两天 那么要提醒呢 如果这9天春节廉假期间 要到日本香港旅游的观众朋友 要格外当心 当地流感大爆发 香港很多医院病床塞爆了 日本则是20年来流感疫情最为严重 出国最好准备感冒药还有口罩 流感发威 像把焦点看到国际消息 美国现在受到极地窝旋的摧残 之前看到了很多 当地出现特殊的景象 那么连一般上厕所 现在也出现了困难吗 中西部的民众 陆续上传了马桶结冻罩 这马桶里的水都是冰块 根本无法运作 而英国呢 也是多地创下了气温新低 全国有1000多间学校 因此停课 回到国内来看到 就真的堪称是 亚洲最贵尾牙厂 经纪人陈振川旗下的娱乐公司 昨晚在新医区举办联合尾牙 现场大咖云集 有天王天后 肖敬腾以及阿梅同台飙唱 艺人张小燕 哈林以及小猪罗志祥 也都是做赏兵 往上来看到台北区中山区 林森北路上有一家日式酒店 昨天晚间11点 知青船火警 店内吧台疑似电线走火 起火燃烧 把店内的酒客 吓坏了仓皇逃生 送房人货报抵达 现场拉水线灌救 或是在20分钟内控制扑灭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马上来看到新北市万里 有一处民宅 就在今天上午发生了气暴 警销道场发现一名男子 全身50%烧烫伤 男子当时一次点燃了一根香烟之后 引发了气暴 这详细的状况呢 连线记者张北兹 保房科调查员和家人 爬园林的藤山步道时 看见一名老翁倒在路上 满脸鲜血神志不清 没有呼吸跟脉搏 立刻报警 并且帮忙实施CPR 一直抢救到救护车抵达 走信老翁送一急救之后 已经慢慢恢复 为三印一处台电工程用地 七根打装用的H型钢条遭窃 这试价高达10万元 警方调院监视器 发现窃贼是一名谢系男子 而且还是日前工地招募的 临时派遣工 而钢条重达3000多公斤 谢信嫌犯特别租了小货车 并且请来另外一名王姓窃贼 开堆高机来搬运 甚至叫13岁的小女友 帮忙把风 新北新名周姓男子 因为欠表姐4万5千元 迟迟没有还款 表姐记恨在心 竟然伙同友人 把表弟和女友一起抓起来 软禁足足28小时 好 这个廉价 桃圆机场塞到爆 今年廉价9天 民众抢着出国度假 桃圆机场客流量 预计将会在2月10号来到高峰 恐怕破15.6万元次创下新高 而朱温简易也没有因此疏漏 新购的X光机在今天上路启用 高雄市场韩国鱼拼近近的口号 大家都记得住 我豁出的去 人尽得来高雄发大财 那么果真要发大财了吗 今年过年 高雄市饭店的订房率上扬 但是房价高得下人 有几家三星饭店 平日房价1000多块 但是这过年期间疯涨 不要涨到1万以上 涨幅将近有6倍 而五星级饭店也几乎是万元起跳 市场韩国鱼知情之后 要求消保官立刻彻查 高雄市场韩国鱼过年真的好忙 昨天先到美农旗山发红包 昨晚到旗山老街点灯 而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 昨天也在高雄 为了防堵非揪住 问疫情 他来到了小港机场视察 还被民众问到说 高喊韩国鱼选总统 他则回应 希望韩国鱼能够把 思想的工作先做好 接下来看看科技大厂 鸿海压轴举办尾牙 以爱心嘉年华 以及演唱会方式 取代传统桌菜 员工与家属合计 约有3万5千人 潮面热闹 综艺天王张飞是连续第七年主持 他笑说持有鸿海的股票 就让他赚了不少 而董事长郭台铭更自爆 2月1号跟美国总统川普通过电话 彼此对未来投资合作 相当有信心 宜安最近多了一个 适合小朋友游玩的地方 这是位在苏澳的 其类亲子梦想馆 室内场地达300多平 空间十分宽敞 还有停车场 对于多余的宜安来说 是个全家值得一去的好地方 好 回到新闻现场 只是带您看得到 这排队美食 竟然意外引发了冲突 美国洛杉矶有一名男子 排队买热狗 不满后方的女子抱怨 结果上演了全五行 这一怒之下 把两名女子痛打 打趴在地 其中一人甚至脑震荡 男子事后也遭到了逮捕 这永和则是日前发生 打架斗殴事件 两名男子去买严肃机 当宵夜 后方有一名男子 等得不耐烦 等太久了 以前面这两人发生了口角互嗆 双方引发冲突 就直接在大马路上 三个人大打出手 所幸巡邏远景经过发现 立即把三人拉开制止 好 再要带您看到 是台南发生恐怖情人 肢解气失命案 这位凶贤呢 无姓男子在工厂担任作业员 与大他12岁的张姓女子 有姐弟恋 上个月张姓女子要外出 找男性友人 引发了他的醋意 就无姓男子气愤之下 徒手把人给勒弊 隔天就到大卖厂买巨子 将人肢解成了六大块 分三袋放入行李箱 弃室在公园附近的草地 而休闲案发之后 正常的上下班 没有发现异状 张姓女子的儿子 则是发现自己的母亲 从1月7号 就没有上班失联了 多日找不到人影 那么在1月24号 他决定报警来处理 警方第一时间 找到这名无姓男子 他说没有看到人 不知道行踪 警方比对相关资料研判 张姓女子可能已经遇害 并且认为死者男友 无姓男子涉嫌重大 直到2月1号 警方找到了死者的轿车 进不得突破凶险的新房 他才逐一攻出案发经过 取完征讯之后 依杀人罪嫌送败 没有想到现在还传出了 惊人的巧合 这名无姓男子 他这个分尸的案发大楼 就是29年前 警口真离子命案的 气势现场 还没 exploring 写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